麒麟談判傳來鎮鎮優美的音樂聲 這是由鹿谷香宮所舉辦的茶山輕旅行活動 主要是讓遊客前往洞頂山健行 再到麒麟談判來品名洞頂山所出產的好茶 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有茶與音樂的活動 讓遊客來欣賞 欣賞音樂 然後也品名我們東頂烏龍蜜香紅茶 還有東頂烏龍茶 還有清香茶這樣子 結果這個活動讓更多的遊客 可以了解到我們鹿谷有蠻多的休閒的景點 踏青的地方這樣子 而東頂蜜香紅茶更是許多遊客的最愛 也是目前鹿谷香主打的貴妃茶 因為茶樹的話是因為它會有小紅蜘蛛過來要咬它 然後茶樹呢它是自我的生長激素它會散發出一種蜜香味來吸引小綠葉蜘蛛 那小綠葉蜘蛛你會吃那個紅蜘蛛 所以的話它的蜜香味是從茶樹裡面所散發出來的 所以我們蜜香紅茶是我們現在很推廣的貴妃茶 縣議員許素霞表示鹿谷香的茶產量相當的高 而春冬兩季的茶葉更是受到民眾的喜愛 不過為了提高夏季茶葉的銷量 農民透過研究加上農政單位的輔導 研製出蜜香紅茶 一推出就受到民眾的喜愛 那鹿谷香是一個茶的一個故鄉 尤其我們種茶的面積也非常多 那當然我們最好喝的就是我們的春茶跟冬茶 這是一般消費者普遍都非常喜愛的這些季節的茶 不過呢隨著我們的 比如說我們的夏茶大小的一個價位就不太高 所以我們的鹿谷香的這些茶樓們就去研究 然後再上農政單位的一個輔導 我們現在就有一種蜜香紅茶 就是用鹽仔茶 比如說夏茶 來把它採收以後來做我們的蜜香紅茶 所以這個做了以後呢 加上我們在地這麼好的一個天然資源 所產生的這些茶 它的煮味真的非常好 議長何勝峰表示 竹山鎮及鹿谷香氣候溫和 年均溫在23度左右 境內雨量豐沛 兩地非常適合茶樹的生長 沖泡出來的茶更是甘醇順口 希望透過活動的推廣 能讓民眾更了解竹山鎮 及鹿谷香的茶產業文化 記者黃宣睿 鹿谷香採訪報導